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著名的韩国众口犯罪片 警局门口,男士被悬百米高空 高调谋杀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害人听闻的隐秘 到最后一秒,你绝对猜不到结局 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一批警察闯进民宅 当着小男孩金金葵的面,带走了他的父亲 男孩哭得生死理解,却无理改变任何事情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他不仅成了孤儿,还成了杀人犯的儿子 警方认定,他父亲受伤,总够有十几条人命,被抓之后就判了死刑 警局内,人们欢欣鼓舞,一起为破获重大杀人案受奖庆功 刑警崔昌之功劳最大,因此受到了特别嘉奖 时光飞时,专业舰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崔昌之师徒顺遂,一路扶药直上 这一天,书长退休在即,他把崔昌之单独叫到办公室 并语中心肠的提点道 老崔,你到刑警队已经15年了,也该好好争取一下 月底就是一年一度的晋级审查 要好好表现,剩下的这半个月里,即便做不出什么成绩 也千万别让自己卷进一些是非之中 崔昌之听后写上眉梢,有书长发话 自己上位,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崔昌之即将晋升的消息传开后,同事们都欢欣鼓舞 老崔虽然评论比较木讷,但在工作上却是个实干派 遇到危险,总是带头冲在最前面 除此之外,老崔深爱为官之道 总是把说到的好处分给出力的下属 因此在同事们眼中,他是个踏实可靠 且能同甘共和的好领导,崔昌之既被领导重视 又被下属拥戴,甚至加薪击获毫无悬念 但在一切的前提下,是在晋升审查之前不犯错误 可意外,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这天晚上,恰巧是警员冬至的生日 同事们便借此机会将崔昌之请了出来 算是提前庆祝他成功晋升 老崔当了领导,以后就会经常穿西装 同事们便特意定做了高档领带夹作为礼物 崔昌之对此十分满意,一行人喝到很晚才进行 聚会结束之后,众人将喝得醉醺醺醺的老崔送上了出租车 司机一路开着车朝郊外驶去 崔昌之给妻子拨通电话之后就沉沉睡去 等他再次声开言,出租车早已驶离驶去 老崔本能地感到一丝不对 他连忙撂出警察身份,并命起立即停车 拿着司机根本不加理会,甚至将油门踩得更深 崔昌之情急之下便去抢夺方向盘 司机被逼无奈,只能将车拐进路边空地 下车之后,司机二话不说,便迟到向崔昌之刺来 老崔急忙拉开距离,询问对方为什么要对自己动手 司机却恶狠狠地表示,只有杀死崔昌之,他才能活 老崔想问清楚幕后主使,但对方却并不想节外生枝 没等崔昌之反应过来,便再次冲了上去 老崔也只能被迫反抗 拥打过程中,司机掐住崔昌之的脖子,想要置头于死地 都亏老崔在警队练就了一身本领 这才凭借过瘾的战斗手组完成反杀,但很快,崔昌之便后悔了 老剧长曾叮嘱过他,这半个月里不能有任何意外发生 但出租车司机下手歹毒,换走普通人防卫杀人没什么问题 可他作为刑警队大队长,就应该想办法控制住对方 或者暂时避其锋芒,他一出手,就置人于死地 深究显来,也算有所过失 可当时情况紧急,崔昌之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 只是本能的凭借肌肉计意进行反抗 失手杀人,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冷静下来后,崔昌之决定上报总部 遇到这种事,只能算他倒霉 可刚刚摸出手机,老领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对方表示,自己正在和人事局方面讨论老崔的晋升事宜 希望老崔在这个月里好好表现,不要让他失望 挂断电话之后,崔昌之就开始犹豫起来 如果上报自己失手杀人的事情 不仅晋升知识会受到影响,甚至还会悲哨不小的处分 想到此处,他把心已横 眼见四下无人,决定抛射荒野 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崔昌之匆匆逃离现场 接连几日,老崔都在黄黄波安中度过 直到这天早上,有路人发现了一具尸体 被吊在了数百米高的塔吊机上 接到报警之后,警方立即赶到了现场 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把尸体弄了下来 可怜崔昌之往往没有想到的事 当他揭开摆布的一瞬间 看到的却是出租车司机惨白的人脸 崔昌之的内心瞬间掀起惊涛海浪 自己明明处理到了尸体 此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现在至少可以决定一点 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而且全程知晓了他的杀人经过 崔昌之绞尽脑汁都想不通 自己凭人以处事低调,很少得罪别人 到底是谁在暗处操控这一切的呢 是出租之后想要报复的恶徒 还是想和他竞争尚未机会的同僚 老崔一时间难做判断 可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都是从他来的 必须尽快弄清真相 另外一边 小刑警东芝和胖警员老马 在现场不远处 找到一辆可疑的出租车 东芝钻入车内进行调查 竟然在后排座椅的脚垫下 发现了一枚领带夹 经过辨认 东芝很快发现 这枚领带夹正式做完同事们 送给崔昌之的 因为是特殊定制的孤品 也就能从侧面证明 崔昌之曾经坐过这辆出租车 一向形势文中的崔地长 为什么会将如此珍贵植物 遗落在此呢 又或者说 崔昌之与这起案件 存在什么关联呢 东芝不愿再想下去 虽说将领带夹塞进口袋 不久之后 大批物证客同时赶来 并对整辆汽车进行了全方位搜查 很快 他们就在后备箱里发现了大量血迹 由此可见 凶手正是利用这辆车来运送尸体的 看着忙忙碌碌的警察 崔昌之急忙点了支烟 掩饰自己的慌张 丝毫没有意识到 香烟燃了一大劫 自己却一口没吸 他还真怕调查组插到自己身上 那样的话 他就百口莫辩了 除了自卫杀人 乱而不报 也是一大罪状 工地悬扇发生之后 领导对此十分重视 尸体被悬挂在警局大楼的正对面 摆明就是在挑战警方权威 他立即下令 让崔昌之牵头成立专案组 务必尽快抓到凶手 崔昌之案自较苦 权力调查 势必会查到他的身上 可要是故意放水 又难以向领导交代 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并寄许往于 在自己彻底暴露之前 找到幕后主使 调查方向确定之后 老马开始不出任务 专案组全体动员 对犯罪现场周围的监控摄像头 展开拉网式排查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很快就能掌握 出租车的全部动向 当天下午 技术科内边有了新的发现 验尸关在事件过程中 发现死者的指甲凤梨 残存了另外一个人的皮肤组织 他怀疑这些皮肤组织 是死者在和凶手搏斗的 过程中留下的 这也可以作为 认定凶手身份的有力证据 随着刑警队获取的线索 越来越多 崔昌之一发担忧起来 刑事对他十分不利 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经过整整一天的奋战 刑侦小队终于在监控视频中 找到了那辆出租车 时间显示 凌晨2.5分 这辆车经过大支洞附近 小刑警东直 根据掌握的情况 将出租车的行事轨迹 标注在地图上 老马立即就现有信息 对崔东直 做出详细回报 经过比对 我们已经确认 事发当晚 出租车从牛棉山方向 驶入市区 当时车内没有乘客 凌晨12点28分 出租车一路朝郊外市区 通过监控不但发现 此时在后座上 已经多了一位乘客 但由于视频画面太过模糊 我们暂时不能确认 对方的身份 但结合司机的死亡时间 我们有理由怀疑 坐在后座上的这名乘客 就是杀死司机的凶手 老马的话 让崔昌之皱起了眉头 同事们的推理十分准确 如果他再不行动起来的话 很快就将失去翻身的余地 崔昌之借口外出差案 来到了事发当晚 自己就餐的餐厅 经过仔细确认 发现头顶的摄像机 正好对着餐厅大门 不出意外的话 同事们送他坐上 那辆出租车的画面 一定被这一枚 编号为178的摄像头 记录了下来 崔昌之不敢多坐停留 装作如骑士的样子 崔昌之不慎遗落的领夹带 心里无畏杂陈 曾几何时 崔昌之是他从景生涯的指路明灯 但现在 他却不得不怀疑自己的人生导事 之所以没有将这枚领带公开 就是想给老翠一个成千的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东芝正在沉思 如何处理这件事 却被突然出现的老马吓了一跳 他急忙将领带夹揣进口袋 以免被对方发现 好在老马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并没有太过在意他奇怪的举动 回到办公室后 崔昌之装目作样的 在大厅里视察工作 并很快在某人的桌上 发现了编号微七八的光碟 他装作上前指导工作 然后趁机拿走了那套光碟 老翠本以为 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拿着他的小动作 却刚好被东芝看到 东芝片刻愣神 随即便用话题掩饰了自己的慌张 他在惊喜视频里 也有了新的发现 只见那辆出租车 载出偏僻的小巷停了下来 身穿红色双翼的男子 打开火备箱 似乎在摆弄着什么 画面虽然模糊 却依稀能够辨认 那是一具尸体 警察们立刻兴奋起来 经调查 很快便获取到 红衣男子的身份信息 此人名叫李正勋 是个有手好心的无言游民 为了防止其逃走 大家一致决定 立业进行抓捕 当天晚上 崔昌之带队 赶往闲人住所附近 没想到李正勋 进到警车之后 竟直接选择逃跑 这让警方更加确信 他就是杀死司机的凶手 众人一用而上 对其进行了抓捕 可李正勋却凭借 对地形的熟悉 很快就脱离了警方事业 崔昌之立即命令 所有警力分头去找 李正勋东躲西藏 最后却被老崔 堵在了小巷里 眼看无处可逃 他竟然向崔昌之澄清 自己其实并不是凶手 他按照那人给的指示 到达指定地点时 尸体已经在车里了 崔昌之对此并不在意 他自然清楚 男子所说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实话 抛尸的罪名已经成立 现在只要将杀人的罪名 也扣在他的头上 那么一切没顺理成章 于是崔昌之 开始逼问对方 幕后主持是谁 哪知李正勋却表示 他宁可牢底坐穿 也不能供出幕后之人 否则必死无疑 哪知崔昌之 却不动声色地关掉对讲机 并将枪口黄黄指向对方 只要杀死了李正勋 他就可以高枕无忧 而现在正好有一个完美的机会 男人看到崔昌之的举动后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从地上捡起一个木棍 打算死磕到底 哪知他的作法 正合了崔昌之的心意 这样一来 他开枪的理由就更充分了一些 老翠不再犹豫 抬手一枪 将李正勋当场击毙 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可老翠转过身 却看到想警员东直 不知在何时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一众警员也寻着枪声找了过来 他们只看到了 倒在地上的尸体 以及满头大汗的崔昌之 嫌疑人被击毙后 警局内部连夜召开了 总的来说 此人虽然劣迹斑斑 未曾涉及重大刑事案件 但在调查过程中 他们发现 该男子与出租车司机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在事发前 他们都曾和某个号码频繁联系 但奇怪的是 这个号码已经三年时间没有启用 登记再次的号码拥有者 是一个名叫金静奎的演员 目前该号码无法拨通 警方需要进一步确认 拨打电话的是否就是金静奎本人 脑马陈述文笔之后 书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我要强调一下 现在李正讯已经死亡 我们当务之急 是要让这件事情处理好 老崔开枪杀人 必须要有十分的必要性 同时也要有相应的目击证人 作为警察署署长 他的关注点在于 警察执法的合理性 以及如何向社会和媒体交代 哪知署长华银刚落 老马便带头打起来掩护 他表示自己亲眼目的崔昌直击毙歹徒 对方穷途末路 以命相搏 换作是他 也只能开枪自卫 老马说完 其余警员跟着附和 生怕老领导怪罪崔昌直 书长健壮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将目光投向崔昌直 想听听他的看法 哪知崔昌直却默不作声 像极了做错事的孩子 老马健壮急忙补充道 犯罪嫌人李正讯 尤其是违禁药的前科 并且伴有精神疾病 检业科在其体内 发现了一种独特的违禁药品 据悉 这种药品呈隐性极强 但受众却很少 说明该违禁药 在市场上极难买到 书长若有所思 如此以来 两人是因为抢夺毒品 才造成了死伤 老马随即复合 因讳言如句 这的确是最为明显的犯罪动机了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 李正勋抛尸的视频资料 一旦确定死者的指甲里 是他的皮肤组织的话 就能形成完美的争据闭环 国科院正在进行基因比对 等结果出来就能结案了 书长对此十分满意 崔昌直也悄悄松了口气 可幕后主使 会让他蒙昏过关吗 第二天中午 书长顶不住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匆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 他慷慨陈词 李正勋犯罪证据确凿 犯罪行为恶劣 因其在抓捕过程中暴力抗法 警方迫不得已将其击毙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明了 希望社会各界充分相信警方 也希望那些女精子们引以为解 不要为了贪图一时之乐 荒废了整个人生 表明看来 吊塔悬尸案已经进入尾声 但崔昌智心里的石头却并未放下 他依稀记得 司机死前曾经说过 如果崔昌智不死 那么他就要死 而被他杀死的李正勋 似乎也极为忌惮幕后之人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 对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为了弄情真相 崔昌智找到混迹在 维京药品交易市场的小弟 询问他有关心性维京药的消息 起初小弟并不愿意交代 但在他的暴力胁迫之下 对方还是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据小弟交代 心性维京药 因为脉脱棚 这药引头很大 一般人只要碰了 就会终身难忘 而且根本找不到替代品 据他回忆 去年还有一个演员 因为吸食这种药儿被抓 崔昌智若有所思 两个死者生前都是隐君子 而且联系过一个演员 去年一心是心性维京药被抓之人 其身份又恰巧是演员 这样的巧合太过可疑 因此不难推断 他们之间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解开这个秘密 一定能得到 更多有关幕后主持的线索 崔昌智回到家后 立刻上网检索 果然发现一个名为金静奎的乙人 去年一息是维京药被抓 而根据警局内部掌握的资料 此人就是司机和李正勋的上限 那么这个金静奎 会是幕后主持吗 崔昌智决定一叉到底 第二天上午 老崔刚到警局报道 就被叫到了办公室 书长阴沉着脸表示 一对结果已经出来了 死者司机直接离的皮肤组织 根本不是李正勋的 也就是说 崔昌智杀错了人 但现在问题是 书长昨天大张旗鼓地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并且将李正勋杀人的消息公之于众 如今却要推翻之前的结论 无疑于打了警方的脸 不过书长很快冷静下来 事已至此 只能将错就错 反正两个死人已经死无对证 而且就警方的现有证据来看 足以为李正勋定罪 所以这起案件到此为止 国会院那边 由书长出名我选 而崔昌智 则只需要按检验课 重新开局证明即可 得到书长的支持 但是崔昌智的内心安定了些许 至少这起案件到这里就算终结了 而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揪出案中指使之人 并弄清楚他的真实目的 当天下午 崔昌智来到了经纪人公司了解情况 负责人表示 监警会刑满吃饭之后 就没再联系过他 毕竟身上有污点的一人 对公司来说价值十分有限 处理不好 还会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一边 东智来到警网指挥中心 并重新调取了 崔昌智悄悄拿走那段录像 当所有人都准备遗忘那些案件时 只有他还在追寻真相 事实和在猜测中的一样 出租车司机临死前的最后一位顾客 正是崔昌智 当天晚上 东智将崔昌智单独约了出来 并旁敲侧机的提点他尊重真相 临走时 还留下了那枚特质的领带家 以及他掉血道的监控光盘 由此看来 他希望这件事情 由崔昌智自己解决 老崔默默戳着烟 没有多说一句 第二天一早 崔昌智接到了经纪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对方表示 静静奎主动联系他 希望和老崔见上一面 地点约在教区的一家地下酒吧 当晚 崔昌智按照约定赶到时 酒吧已经打烊 里面空无一人 气氛有些诡异 老崔走到酒吧内部查看 无疑现在桌上发现了一本 包有地点的台里 而其中一个地点 正是自己与出租车司机生死相搏的地方 崔昌智连忙拨通浪马的电话 让他帮忙调查其余几处地址 果然如他猜测的一样 在另外几处标注点 当天都有命案发生 也就是说 幕后主使正在有计划地进行谋杀 而自己则是侥幸逃脱的那个 硬老崔感到惊恐的是 其余死者都曾当过警察 而且都是崔昌智当年的同事 那么对方为何要报复警察呢 这件事 还要从20年前的一桩冤案开始讲起 当年 某家私人赌场发生了大规模中毒事件 十余人当场死亡 内有疏人勉强捡回一条命来 案件一出 迅速引起轰动 上级向当地警局下达了死命令 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将案件侦破 随常只等一众警员忙活了大半个月 始终没能调查到凶手 面对上级和社会给予的舆论压力 当时还是警局小队长的大领导 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随便抓个可疑的人作为替罪羊 好平息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 一众警员商议之后决定 由督厂里的一个清洁工 担负一切罪责 据他们了解 这个清洁工在工作期间 曾多次遭受客人们的羞辱和殴打 他本身不但身患残疾 精神状态有一些问题 正因如此 即便警方去打成招 对方也翻不起任何风浪 而男人怀恨在心 毒杀多人 作案动机也在情理之中 就这样 清洁工被捕入狱 一桩冤案 成了警察们引以为荣的攻击 崔昌志当年的同事 先后被谋杀 那么对方一定是奔着报仇而来 想通这出问题关键之后 崔昌志立即返回警局查委档案 直到此刻 他才终于弄清楚 寒冤入狱的清洁工还有一个儿子 而这个孩子的名字 就叫金敬奎 一切谜题终于解开 崔昌志很清楚 这是一场预谋了将近十年的复仇 当年策划陷害清洁工金治国的 一共有五个人 除了已经死掉的三人 就只剩下崔昌志和署长两人 所以只要金敬奎没有被抓到 他们将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通过卷宗态了解到 出租车司机正池 以及抛尸者李正勋 都是当年独删案所谓的目击证人 这两个人见利妄疑 为了得到他们承诺的好处 公然做了伪证 但有一点令崔昌志白死不得其解 那就是这两个人 为什么肯提金敬奎买命 甚至帮助对方完成谋杀 崔昌志一夜未免 却想不出任何破局之法 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此日清晨 金敬奎竟然跑到警局自首 声称他才是工地玄山的主谋 并要求单独与崔昌志对话 老崔不知道对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玄山现在已经结案 他这个时候跳出来 却上警局上下十分难办 审讯室内 金敬奎要求警方关掉真厅 以及录音设备 恰巧崔昌志 也有许多疑惑 想让对方解答 于是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监控关闭之后 金敬奎直接了当地表示 崔昌志本该是第四个 想要杀死的人 只可惜矫形让他活了下来 按照计划 他的复仇本该轻松很多 可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妥 至少多了一些挑战 多了一些趣味 金敬奎与其中虐待调侃 有些人就是傻 总是为了掩盖一个错误 去犯另一个错误 为了掩盖一个小的罪名 又去犯下更大的罪过 最终他们会逐渐失去理智 能为人人百步的工具 崔昌志终于明白了 金敬奎的高明之初 就在能够抓住人心的弱点 郑池和李正勋 之所以会变成他的打手 多半是被抓住了重要把柄 而崔昌志自己 又何尝不是破绽百出 金敬奎正式掌握了 崔昌志的把柄 这才有恃无恐地 到警局突然自首 接着这个机会 他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既然你很清楚想要什么 那最后一项任务 就由你来替我做 只要你能帮我杀掉署长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如果做不到的话 你的犯罪证据 很快就会被公开 崔昌志目自欲裂 他恨不得现在就干掉眼前之人 但现在身在警局 他只能暂时隐忍 并且告诉对方 即便自己身败名裂 也不会受他摆布 时间截止到今晚九点 该怎么做看你自己了 金敬奎说完这番话 便自顾自地离开了审讯室 由于警方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金敬奎杀人 何况署长并不希望翻案重审 所以金敬奎很快就被误罪释放 崔昌志离开审讯室 众人立即围弄上来 他们想弄清楚 这个金敬奎到底有何目的 是不是宣誓案的真凶 崔昌志不敢说出真相 于是便告诉众人 金敬奎只是个哗众去宠的小丑 和杀人案扯不上半点关系 事后 警局内部就如何处理金敬奎展开了讨论 刀马希望暂时将对方收监 等一些调查结果清楚之后再做定夺 但上级领导却认为这样不大妥当 很显这个金敬奎属于有备而来 如果警方收监 说不定正顺利他的意思 到时候对方再利用媒体添忧家促 势必会让已经结了的案子 变得更为复杂 所以他们最终决定一起放人 另外一边 崔昌志心不在焉地回到办公室 此时墙上悬挂着的荣誉奖章 却像是最辛辣的讽刺 让老崔无敌自容 他默默将工作牌和手枪放在桌上 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 即便自己杀人的事情暴露 他也绝对不会受金敬奎的指挥 从办公室里出来 崔昌志从值班同事那里了解到 金敬奎已经被无罪释放 崔昌志又问起了书长的去向 得知在今天下午 书长将会和上级领导 在奥林匹斯公园会面 老崔对此并未在意 可当他来到办公室 却遇到了神色慌张的老马 他告诉崔昌志 自己暗中派人跟踪金敬奎 却在奥林匹斯公园附近跟丢了 听闻此言 老崔现实已经 随后便立即醒悟过来 原来金敬奎从未将暗杀书长的希望 寄托在他的身上 那人之前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在孤步一阵 当崔昌志自孤不暇之际 就是得最好的出手时机 意识到事情不妙 崔昌志立即赶往现场 他一边拼命赶路 一边给署长打电话 可此时的署长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 他还在自顾自得 和领导们聊着天 老崔只能拼命加快车速 好及时赶往营救 此时金敬奎打了电话 言语中近是傲慢与不屑 崔队长 我早猜到了如今这种情况 既然不能指望你帮忙办事 那么只有我亲自动手了 崔昌志放下几句横话 并挂断了电话 现如今 除了尽快见到署长 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老崔已经近离了 可惜他依旧慢了一步 赶到现场时 金敬奎正站在一旁朝他喊话 并表示自己在署长的车里 装了个东西 崔昌志立即想到了审问 随即看到署长 自顾自地上了车 老崔一边大喊 一边朝署长奔去 可下一秒 署长的车就发生了猛烈爆炸 崔昌志被气浪掀翻在地 而署长则被爆炸波及 当场毙命 崔昌志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金敬奎的电话被打了过来 对方表示 自己之所以没杀他 就是想让他帮最后一个忙 那就是找到20年前 内装案件的真凶 不过此时的崔昌志 已经没有心思理会任何事了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杀掉金敬奎 为此 他不惜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金敬奎同样不在乎 崔昌志会怎么对付自己 他随手便将老崔杀人的视频散布出去 杀人诸心不过如此 崔昌志现在更应该头疼 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下属和同事 事实如金敬奎所计划的 先有书长遭遇汽车炸弹 和老崔杀人遭到曝光 整个警局彻底浪成一片 分管行政的领导立记下令 定位崔昌志的手机 并对其进行全程抓捕 另外一边 金敬奎先一步逃回酒吧 可能能看到桌上摆着的黑色小盒后 脸色瞬间一变 打开盒盖 里面静静躺着两只围剑药 金敬奎惨然一笑 任命般将两只真剂注射到自己体内 如此大剂量的毒剂足以致命 金敬奎未到绝境 正在金敬奎体验临死前的狂欢之时 崔昌志赶了过来 看着怒气冲冲的老崔 金敬奎面色平静 眼眶里还隐隐闪着雷花 不好意思 你来晚了 到现在还没看出来吗 看来是我的演技太好了 崔昌志不明所以 依旧用枪指着金敬奎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金敬奎毫无句色地看向老崔 说白了 从始至终 我都只是个演员罢了 听从导演男排 演艺本不属于我的故事 马上就要杀青了 所以我有些话还是在告诉你 我叫韩俊辉 并不是你认为的金敬奎 那只是我犀利的名字 真正的金敬奎 其实一直隐藏在你身边 他就是东直 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 我和他是恋人关系 韩俊辉说完这番话后 整个人如实重负 但崔昌志受到的震撼 却是无以伦比的 没想到被自己一直照料的小刑警 竟然是隐藏最深的幕后主使 另外一边 老马听闻崔昌志杀人的事件之后 先用了沉思 他硬硬觉得 这件事中另有隐情 加之老辞之前 曾让他查过几个警察被杀的案件 崔昌志正在那个名单之中 正让老马产生了怀疑 经过一番查证 他越发赶到20年前的投毒案 疑点重重 凶手被抓入役之后 他的儿子被送去了孤儿院 老马立即打电话向院方求证 结果却得到了一个 令他震惊的消息 那个孩子名叫金敬奎 进入孤儿院之后 他改名叫做东直 对于这个名字 老马再熟悉不过 看来 东直之所以进入警局 就是想替父亲民怨报仇 掌握这些信息之后 老马第一时间找到东直 并劝他就此收手 如果继续下去 将再无回头之路 哪知东直却依旧固执 这么多年来 他的内心早已被仇恨所蒙蔽 却不允许任何人 破坏自己的计划 东直果断出手 和老马扭打在一起 老马不认心通下杀手 直击希望于将东直打醒 但对方却是拼尽了权力 为了解决掉纠缠不清的老马 他竟然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将老马当场射杀 不久后 正在和韩俊辉了解事情的崔昌智 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 他表示自己 正和东直叔叔在一起 希望父亲亲快回来陪他 崔昌智很清楚 这是东直在故意威胁他 于是他抛下半死不活的韩俊辉 转头朝家的方向赶去 拿着途中却接到了东直的电话 约特到街星公园见面 崔昌智赶到约定地点之后 东直正在大雨中等候 老崔看向自己的儿子 发现他正在车里低头挖手机 有一不清楚东直 是否在车内安装了炸弹 崔昌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他掏出手枪指向东直 并询问他到底要怎样 东直神思黯然 喃喃自语 当年 未如他那般年纪 无忧无虑 纯真快乐 这病冷的世界上 我和父亲相依为命 他为我忍辱负重 即便在棋牌室里收尽屈辱 却依旧在内力工作 直到有一天 父亲很晚都没有回来 我放心不下 就去棋牌室里寻找 却看到那群喝得醉醺醺的家伙 正在殴打父亲 他们都是魔鬼 把欺辱别人当成了游戏 我忍无可忍 却把老鼠药混在了饭菜里 后来 他们一个个都中毒身亡 警察找上门带走了父亲 我告诉那些警察 也曾告诉过你 人是我毒死的 父亲是无辜的 可惜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 他们抓走了我的父亲 当成了自己家关键级的攻击 从那天起 我就下定决心 要为他复仇 东直诉说着往事的同时 大逼警察也围了过来 将两人团团围住 老崔的儿子也从车里跑了出来 他想到父亲是一面寻求壁壶 却被几个警察死死抱住 东直很满意这个结果 他的语气依旧平静 看到了吗 现在发生的一切 就如同当年一样 原来东直想要的 就是让崔昌植 当着儿子的面被警察抓走 现在他的目的达成了 崔昌植怒不可遏 他朝天空连开鼠枪 依次发泄心头怒火 东直却神色依旧 如今他已经完成了复仇 再没有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 于是他同样举枪 只不过设计的 却是自己的脑袋 看着倒在血泼中的东直 崔昌植同心疾首 如果他当时能够秉公执法 就不会有今天这场悲剧 老崔说得如此的下场 一切都是纠自趣 最终 崔昌植以伪造证据 蓄意谋杀等动作罪名被捕 原本坦荡的仕途不复存在 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牢狱之灾 电影《罪恶》的编年史 上月2015年 由白银学指导 该片剧情紧凑张力十足 男主老崔 作为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刑警 在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实时 内心却被矛盾与冲突填满 变得优柔寡断 换头换尸 这种根植于人物性格上的弱点 成功让角色变得更加鲜明 刀印善于挖掘角色内心 每个人在面对仇恨 罪恶等复杂情感时 他们内心的变化 都被细腻地呈现在镜头前 在复以紧凑的剧情节奏 营造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氛围 该片体现了韩国犯罪电影 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 讽刺了那些 在执法过程中 专注效率 顽固公平的荒唐行径 展现了官场之上 观观相互的隐隐狗狗 批判了媒体操纵舆论 绑架司法的客观现实 揭露了人心的扭曲和社会的黑暗 有人认为 罪恶的编年史 作为一部诸大悬疑的影片 仍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 金静奎作为幕后黑手 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让那么多人对他言听计从 甚至不惜参与谋杀 事实上 导演早已给出了解释 在演员韩俊辉 与随长者的对话过程中 就曾提到过 人们总是为了掩盖一个错误 去犯另一个错误 为了掩盖一个小的罪名 又去犯下更大的罪过 最终他们会逐渐失去理智 弄为人而摆布的工具 由此可见 金静奎本人 十分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 其此 导演接老马之口 就曾刻意强调 心性维静奥品的成瘾性 以及在市场上很难买到 这就说明 金静奎正式利用维静奥 对这些人实施了精神上的控制 让他们染上药因 却只能从金静奎这里获得满足 为其卖命便也合情合理 至于提升演员韩俊辉 因其表示和金静奎是恋人关系 所以他的行为也在清理之中 对于这个细节满满的悬疑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有希望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